血管堵塞,看看腿脚就知道 那么如何去预防血管堵塞呢? 今天就和医生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么一个话题 大家好,我是和医生,关注和医生,健康瓜哥 那么我们的血管堵塞以后,我们的腿脚会有一些先兆信号 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下肢会出现这种发冷麻木的感觉 那这种发冷麻木的感觉是因为下肢的血管出现这种动脉周样硬化的时候 它出现这种血流受阻 然后呢就会出现影响这些感觉 那么出现这种脚的一个发麻或者说发冷 那有些人呢,他的脚发凉呢 他是长期都是这样子 这个跟他的一个体质有关系 那么有些人他就是最近发现的 最近而且经常的反复的发现 下肢会出现这种发冷麻木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呢,要想一想 很有可能是血管堵塞了 那这个时候建议大家还是去检查一下 那第二个方面呢,就会出现这种下肢的抽搐 那如果是下肢出现抽搐的时候 很多人都认为是缺钙引起的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原因 但是呢,有一部分呢,他是因为血管堵塞以后啊 他出现这种代谢产物排不出去 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 他会刺激我们的肌肉 导致这个肌肉的收缩 导致这个腿脚的抽筋 所以呢,如果是腿脚经常的抽筋 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进行检查一下 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出现下肢的肿胀疼痛 有一部分人呢,他长期久坐以后 比如说坐火车啊,或者说打麻将啊 久坐以后,打牌啊,久坐以后 或者说床上躺了久 然后呢,就出现这种下肢的肿胀 下肢肿胀 然后呢,还会出现疼痛 甚至感觉看到那个肌肉都肿起来 如果是出现一边脚肿胀疼痛 一边脚又正常的话 那这样子很有可能 极有可能是出现下肢的血管栓塞了 这种急性的下肢血管栓塞呢 还是要紧急去医院进行整治的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出现下肢的毛发脱落 那么如果下肢的血管栓塞以后呢 那么我们的营养物质就不能进行 达到这个毛下肢的毛发 那么导致这个毛发的脱落 有一部分人甚至毛发脱落以后呢 这个皮肤还会变硬变黑 甚至出现老烂腿的情况 所以呢,当出现这种下肢毛发脱落的时候 也要警惕是否出现血管栓塞了 那么我们再总结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出现下肢的发凉跟麻木 第二个呢,下肢的抽搐 第三个呢,就是大腿呀 或者说下肢出现肿胀疼痛 第四个就是毛发脱落 那如果是有这些征兆的时候 大家就还是要去医院进一步的完善检查 来去排除是否有出现这种血管的一个赌塞 那么平时呢 我们要预防这种血管的赌塞 因为我们特别是中老年人 最怕的其实还是血管的赌塞 有些在重要的脏器出现血管的赌塞 还会危及生命 非常的严重 比如说脑部的血管赌塞 这个就是脑梗死 心脏的心肌梗死 肺部的肺栓塞 包括刚刚讲的下肢的急性的 这种血管栓塞 都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呢我们这种血管赌塞 其实平时要要非常的注意 那么今天的何医生呢 就教大家几个 预防血管赌塞的 真正有效的几个方法 那么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增加蔬菜水果的摄氏量 减少这些高脂肪类的食物的摄氏量 那么很多人都知道 这种蔬菜啊水果啊 膳食纤维比较多 对我们的这种血脂的下降 血脂的控制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另外一个呢就是减少这种油炸性食物 特别是动物油脂类的一些食物的摄氏量 那这个也是能明显的改善我们血管里面血脂的水平 那这样子我们的血脂水平达在一个良好的范围内 那么就会减少这种血管的栓塞 因为如果是假如我们这些蔬菜水果吃的很少 油脂类吃的很多导致我们血脂异常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这些血脂啊 血里面的这些脂肪啊 沉积到我们血管壁导致这个血管的中央硬化 那血管中央硬化以后呢 它这些斑块就很容易脱落 一脱落 在狭窄的血管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堵塞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增加蔬菜水果的摄氏量 同时减少脂肪类的特别是动物油脂类的食物的摄氏量 这是第一个方面 那第二个方面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戒烟 特别是这种吸烟的人群或者说吸二手烟的人群 那其实呢都会对我们的血管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会明显的增高这种血管堵塞的发展率 所以一定要记一样 那第三个呢就是增加全股类食物的摄氏量 那全股类食物其实我们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粗粮啊 差不多啊 比如说我们的这些糙米黑米玉米啊 燕麦等等增加这些全股类食物的摄氏量 对我们的这种血脂的控制 包括预防这种血管的堵塞都是非常大的帮助的 那第四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适当的运动 每个星期至少三到七次 每次半个钟到一个钟 也就是30分钟到60分钟的一个中等强度的 一个运动 那很多人问那中等强度怎么去判断呢 一般情况下假如我们运动以后出现这种心跳加快 同时全身微微出汗 然后呢在运动的同时还能够自由的说话的 那这种就是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 比如说慢跑比如说快走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的 那如果是每个星期都能够达到这么一个运动量的话 那么对我们的血管酸塞的预防有非常大的帮助 同时呢我们要减少这种久坐久站 久躺 躺很长时间 那刚刚讲的 如果是有一部分人像很多都是这种坐了火车以后突然之间脚都肿起来的又疼痛了 或者说打麻将打着打着 突然发现一边的大腿出现肿胀疼痛 那么就是因为久坐导致的下肢的急性传散 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所以大家在增加运动的同时也要尽量的去避免久坐久站 经常躺在床上一整天都不动的那种一定要去注意 那么第五个方面呢就是要注意保暖 那么有研究表明气温下降一度 那么心肌梗死的发生率就提高2% 也有研究表明冬天出现心脏急性心梗 心肌梗死的这种几率比其他纪点高30% 所以呢注意保暖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说夏天我不用保暖 但是其实夏天有些时候这种空调房啊 也是很冷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要注意的 不要受凉要注意保暖 特别是我们冬天的时候要注意保暖 好的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这种 我们血管毒散以后 我们的腿脚有哪些先兆性 同时呢也跟大家聊 如何去预防我们这种血管毒散 好的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好的关注回忍健康瓜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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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